大家好,我是古靖的,今天我是古靖 這一趟我們從本來轉機到東馬沙勞越的貓城 三天兩夜的古靖之旅走入市區的日語夜 也品嘗經典道地的沙勞越美食 更到文化村類似各族群 快快訂閱PGA的頻道,古靖我們來囉! 非常貼心耶!指標上面有中文,有沒有看到? 我們屬於外國護照就去10到11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外面,也就是路徑大廳 我有在客路上面訂接駁 Thank you! 結果他拍一台那麼大台的車 預定好市區觀光的行程後 既然來到貓城第一站,就先去貓博物館拜拜碼頭 歡迎來到貓控的世界 這個貓的博物館裡面有非常多貓相關的東西 藝品啊圖畫啊,還有一些雕像啊都很值得看 這個還蠻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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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蠻像是黑道在騎的嗎? 這個像是茉莉公主的,好嗎? 這個很可愛,我覺得很詭異 因為會不會也可能頭髮擋掉 明明曾經愛貓啊,或者是養過貓 或者是跟貓有什麼樣的奇遇 我姐姐問我說有沒有可能遇到認識的 欸!這個戴假髮的我應該認識 只要扭頓 扭頓啊,科學家我比較認識好不好 登登登登 後面這一條就是沙勞樂壺 搭那個沙勞樂的遊船 來遊這條壺看看整個風光 這條我們應該說up river吧 up river 下面的這一條 這個沙勞樂壺上面呢 藍邊也就是左側 其實是華人的文化區 那右邊呢,也就是北側 就是馬來人的 所以它的建築上面裡面不一樣的色色 然後這個白色的貓是代表幫你來呼吸喔 福建市區裡面有非常多貓的雕像 然後你就可以一一的去尋覓 其中這個白貓呢,它就是在唐人街的前面 是算很有名的其中一隻大白貓 而貓群雕像佇立於大樓之中 最出名也最為經典 雅達街 是古今的唐人街之一 瀰漫融合的中國式元素 更深藏不少在地好料喔 馬來西亞超級有的辣椒 其實它的湯呢 是這種非常濃稠的狀態 這一間拉薩的味道 意想不到,沒到那麼鹹耶 所以它是整個湯都可以說的 配那個底線吃起來其實是蠻 不會那麼油膩 也蠻清爽的 這種很熱的提氣就是這樣不錯 嗯 欸 這算是我吃過的沙滴裡面很好吃的 重點是它沒有好焦 非常棒 原自於中國的鮭杖 將各種切好的滷味擺在鮭條上面 最後淋上類似紅燒口味的深色湯頭 好 喝起來有點像馬漢大餐的那個湯 有高湯的味道嗎? 對 辣肉 這個很... 等肉麻有點香啊 好吃 我喜歡 嗯 我們現在已經在飯店的房間裡面 我們會在這邊住三天 今天做的這個是... 呃... 不是... 城市的... 城市景的套房 就是外面可以看到幾次 現在這個地方呢 就稱為沙勞樂文化村 介紹一些... 就是住在東馬耶 就是沙勞樂 這個沙勞樂裡面 有哪一些種族 哪一些文化 哪一些生活型態 OK 沙勞樂樂 由一般族 馬來族 華族 以及少數民族組成 猶如將文化縮影 一致進來各種建築 藝品與生活型態 部分民族更提供片刻表演 以及趣味活動 等一下要來嘗試自己的節奏感 好不好的時候 好 我們整趟走完了 期間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型態 然後呢 大概到了第三間的時候 我妹就說 她覺得... 看起來都差不多 我是覺得還是有一點 稀微差距 然後最後馬來文化 跟中國 也就是華人文化 是比較不一樣的 記得留意劇場演出的固定時間 表演融合所有族群舞蹈 讓演出更完整呈現 陣仗也更為浩大 回到市區後 下午下午很適合來河濱公園 這條橋呢 是開放大家 一般民眾都可以上去走的 建議大家呢 在靠近下午 也就是夜景的時間 這個時間來這邊逛一逛 因為這裡除了近距離欣賞 沙勞越河河沿岸 幸運的話 還有湯味小吃喔 我妹就要喜歡吃這種醬料很多的 它的醬很厲害 沒想到吧 馬來西亞也有十菜飯 一日電檔 三菜兩肉 大約七塊錢 欸這看起來很好吃欸 是因為加起司吧 呵呵呵 介紹一下馬來飲單子 這個是雞肉 然後Gedju就是起司 長步的意思就是它是綜合的 這是它晚上表演水舞的時間 今天是禮拜四 所以是八點半跟九點半 週末的話會多加一個十點半的時間 露天美食市集散發熱炒店氛圍 大火快炒的生長不斷 除了海鮮野菜 肉粥也是熱門排隊名單 它有一個蛋在裡面欸 我攪下去了 我攪下去不然它等一下會不熟 不過它這個溫度很高 我覺得好吃欸 你喜歡喔 嗯 因為它加了很多油蔥汁 就是它粥 本身一定用飄湯補醬 然後料汁頭外夾進去 每一個東西它的味道都非常的分泌 你可以吃到很多層 包括這個層 整個印度街呢 其實有非常多沙勞月那種文化的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然後價格也蠻便宜的 因為有點是疲乏價 印度街與海淳街 是各物的絕佳地段 各種伴手禮與紀念品 能在此巡獲 這種包包呢 就是它是走那種沙勞月原住民的那種圖騰風格 價格一樣嗎 18塊 18塊這個是17塊 我妹現在在抉擇 其實我會建議她買這個 UBER 欸這個很好看 這個好看 兩個10塊的 價格其實都算蠻親民的 這個地方其實叫福德鎮神廟 那福德鎮神就是土日公 在這邊呢他們又稱為大伯公那邊 在沙勞月河附近的大伯公廟 是古靖的華人廟宇 歷史悠久香火鼎盛 是當地重要的民間信仰 這個是18塊可以吃到飽 越南開越好吃 哦越南開越好吃 越南開越好吃 這種榴槤湯通常會有一點 平衡這種手套 我現在要動手出來 你要不要吃我留一個手套 我不要 看起來就很肥美 欸很好吃耶 那它整個味道的湯果 是非常像洋春麵的味道 還溫暖 然後它加了幾個東西 它就是豆腐裡面加了五果料 我個人蠻喜歡的 這是酸的 它們這邊辣椒很短 介紹完畢 最後讓你認識PJ在古今陸住的飯店 游泳池可遠眺河濱公園風光 我個人十分推薦喔 歡迎訂閱按讚和分享 也感謝您這麼做的知音們 用我的視野帶來領略世界 我是PJ大俠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們住這間飯店 我強烈建議你們一定要上來這裡 三樓 也就是他們的屋頂 它後面超美的 還覺得說沒有欣賞葉子 買吧 買到 還就是這邊欣賞葉子 買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